你怎么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呢 凌桥 为什么没去机场 总像有个交代吗 因为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一起 我们走吧 谢谢你给我这一切 我想 我们以后都不必在家了 说好以后不要再哭 好啊 我们以后再也不见了 念宋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 你遇见我 就不孤独 好想每天 把你抱住 再也不要 让你痛苦 我的眼里 有一条路 拥有你一生的幸福 我刚才看到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可以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啊 一个人就知道了 一会儿就知道了 是 可以开始了 干嘛呀 还搞得神神秘秘的 严老跟我说过 说你很喜欢看烟火 再复兴电 我对了 都是 你 怎么回来 当是 我怎么回味 我快点 好漂亮的雁花啊 你喜欢吗 你喜欢 我就喜欢 苏琪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个坏人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别人说的那种传单 不是 当然不是 我对你和颜聪做的事 还在我对我爸不好 我从来都没有想什么 在工作上 我就独来独我 除了张望 我就没有别的朋友 还有 别说了 林乔 什么都别说了 你也是我心里最好的林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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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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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太晚了 你要回来早点睡觉吗 今天还要上课呢 赶紧去洗脸刷牙 妈 我吃饱了 吃饱了 来 把书包背着 来 把书包背着 我请不说说是不是 是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好了 赶紧上学 销售车在下面等你呢 小心点 盐松 你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不想因为你之前的事情留有遗憾 一起去吧 我在那里等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颜颜 让你来问我的吧 不是 现在事情不已经很明显了吗 我更喜欢宿齐多一点 所以做了最好的选择 那你为什么不敢当面 跟颜颜解释清楚呢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吧 现在不是更好更简单吗 你为什么那么希望颜颜恨你 恨吗 我从来不担心别人恨我 静默 你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把医院的新大楼设计好 我已经问过欧阳唐了 会有一大笔的奖金 足够你和颜颂用的吗 你怎么那么anner 好 我 好 我 有 你怎么能干得好 小莫莫 颜乔那是怎么说啊 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样人不打个野就爸爸 我总觉得他一定是我苦衷的 小莫莫 你说你折不折腾啊 你这带颜颂走不就行了呗 非要自己先走 万一他后来不去怎么办 我怎么可以逼他呢 我是希望留一点空间给颜颜颜 你有没有想过 让他当面拒绝我 他有可能比我还要难受呢 要是颜颜不去的话 我陪你去啊 你啊还是管好你的周月月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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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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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他 你满意了吗 我 我 你 你被手伤吗 你没事吧 你看到了吗 你满意了吗 你可以走了吗 我 我 我 从来不担心 别人恨我 你到底决定没有要和秦莫在一起 我现在没心情他练 治愈是练的最好良药 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新恋情 我不需要 我现在很不好吗 我挺好的 我已经完全 从林乔那儿走出来了 说的也对 其实 你可能根本不爱林乔 他只是你少女时期 对爱情的一个幻想罢了 就像 偶像 和粉丝的关系 粉丝爱偶像 可是这么多年 也该放下了 看到你这样 我就放心了 好吧 我理解 既然你不想谈恋爱 那就来点干脆的 你又想干嘛 结婚呢 直接结婚 你要是没疯 你就是想把我没疯 你就是想把我没疯 这书体像不简单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 小姐 这两天 你能不能帮我去查一查 我不想让严肃有一天会后悔 什么后悔 万一林乔 是值得他爱的呢 воспet 你不想让她 我想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最后一次 我们再也不见 林扎男娟还有脸约你还说什么再也不见 送走 拉黑他 别闹了 你多大了 你不会要去见那个林乔吧 请问给你的机票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11点 天忆啊 真是天忆 什么天忆啊 老天爷给你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上次你选错了 这次一定要选对 这又不是选择题 就算我不去见林乔 那也不代表我就选择秦莫 不管怎么说 不许去见那个林乔 你放心吧 我跟林乔 真的结束了 你说的没错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 我对林乔是什么样的感情 就像你说的 可能是少女情怀吧 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感情是一生一世的 希望有结果 可是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哪有那么多会议过那些人